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们今天为各位查考的经文是 箴言第三篇的30到35节 题目是 不可选择强暴嫉妒者所行的路 箴言第三篇30节 人未曾加害于你 不可无故与他相争 不可嫉妒强暴的人 不可选择他所行的路 因为乖僻人为耶和华所憎恨 正直人为他所亲密 耶和华咒诅恶人的家庭 赐福于义人的居所 他计俏那好计俏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智慧人必承受尊荣 愚昧人高深 也成为羞辱 我们在社会之中必须与人相处 只是与人相处也必须有各种当心 神给我们诫命说 要爱你的灵色 但是随着人类的进化 在我们周围就有了各种各样的灵色 有的人友善好相处 有的人性格坏又难相处 其实这都是出自我们主观的判断 我们认为难相处的人 并不一定就是难相处的 只是与我们不合罢了 智慧的言语告诉我们 如果别人没有加害于你 那么你就不要与他相争 即使你的心中并不喜欢他 那也不要因为你的喜恶 就成为你待人的标准 我们乃是要以神 所告诉我们的标准来看待人 虽然神要我们不要论断人 但是有些行为是无可推诿的 特别是强暴的行为 嫉妒和乖僻的行为 也是很难隐藏的 我们往往在 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就看出哪些人是心怀嫉妒的 或者是他们是行为乖僻的 智慧的言语告诉我们 不要与这样的人同行 不要选择他们所选的路 这句话是一个双关语 首先我们就是不要学他们 所谓的敬诸者赤 敬末者黑 与什么样的人靠近 我们就会受他们的影响 如果我们远离恶人 那这样我们自然就不会走 他们所走的道路 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 作者乃是要我们 甚至不要靠近这样的人 不要和他们做邻居 也不要和他们同工 免得当他们遭受神愤怒处罚的时候 我们就在左近 或者因为和他们有牵连 就遭受损失 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呢 在圣经当中最明显的例子 就是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 当罗德和亚伯拉罕 在旷野一同牧羊的时候 因为两人手底下的牧羊人 没有能够好好的相处 他们就彼此相争 亚伯拉罕就对罗德说 你我不可相争 现在全地都在你我的面前 你向东我就向西 你向西我就向东 结果罗德就选择了肥沃的平原 而让亚伯拉罕前往丘陵地区 罗德在平面上四顾 看到索多玛是大城市 里面十分的繁荣 它是牧羊的 那畜牧产品呢 在这里是最有利可图的 因为有利润可振 它就不顾那些城市里面 其实也是充满强暴和邪恶的怪癖 经上记者他就渐渐地 迁移他的帐篷 靠近索多玛 最后就搬进城里去了 罗德在索多玛呢 是为了要取利 而他也确实在那里赚到了他的利益 他挣到了丰厚的家业 赚得盆满钵满 在那里他也生养了好几个女儿 成为大户 但是当索多玛俄摩拉 恶贯满盈的时候 神就要毁灭这两座城 还好神顾念他与亚伯拉罕的交情 于是就派出天使 要将罗德一家带出去 可怜的罗德只有一晚上的时间 可以去将他的女儿和女婿救出来 但是到了最后 他嫁出去的女儿 没有一个回来跟随他的 他最后就只能带着 妻子和未出嫁的女儿 勉强地逃离索多玛 那些他多年所累积下来的家业 包括房产牛羊 没有一样带得出去的 不但如此 他的老婆因为思念家里那些财产 不顾天使所警告的 他回头一望 就变成了一根岩柱 而在这里智慧的言语说了 耶和华咒诅恶人的家庭 赐福于义人的居所 这句话真是一点都没有错 我们的神愿意我们能够荣耀他的名 因此也乐意将恩惠和平安 从天上赐给他所喜爱的人 而恶人就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 可能还有神的降灾 正是所谓神可能就会 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 神计较那好计较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那都只是刚好而已 但我们中间大多数人 既称不上是神所喜爱的义人 也不是那大奸大恶的人 那我们就要懂得趋吉避凶之道 多与义人靠近 却要与恶人远离 这样当恩典降给义人 或是灾祸降给恶人时 我们也能够沾光或者是避开祸患 阿们